2022年,尚尾半程馬拉松 於11月20號上午9點 在日本祈禦縣尚尾市的尚尾運動公園 陸上競技場外圍道路鳴槍出發 讓尚尾市區一大圈後回到競技場內 氣溫介於攝氏11-12度 濕度在80%上下 2018年,在同一場比賽 曹淳玉跑出73分35秒,歷代第二位的佳績 陳文慶跑出72分55秒的宜蘭縣紀錄 陳宥任也跑出73分03秒的百劫成績 4年後,他們再度回到這個賽道 挑戰自己的極限 最終,馬拉松寶貝曹淳玉跑出73分31秒 把自己歷代第二位的成績推進了4秒 賽後表示,今天的結果還算OK 有破PB已經很感恩 成績已經比長榮半把好很多 只是覺得自己TEMPO近期沒有跑很快 導致後面肌肉有種撐不住那種強度的感覺 曹淳玉的男友兼教練兼訓練夥伴 最速古人陳宥任 跑出71分45秒 改寫了陳文慶保持4年的宜蘭縣紀錄 重回百劫,歷代排行來到第69位 陳宥任賽後表示 跑過上尾四屆 每次都是賽前氣象說 當天降雨機率70%以上 今年更高達90% 結果到了當天,都是多雲時勤 真是可謂命大 今年的路線小改 起跑點在外面 整谷院正前方的馬路上 比較好 起跑速度會比較快與流暢 中間13-13.7K 改至一條有牛舍的鄉間小路 多了一段上下坡 大約300公尺 今年的風也比較大 但因為我實力進步 配速變快 能夠讓我躲風的人變多了 所以對我的影響還好 有達到賽前預設的高標 讓我有點小驚訝 原先覺得差不多72半或72頭 其實1分台有點不敢想 再次驗證 在台灣訓練 與日本比賽的訓練數據換算和落差程度 還好這場破了PB 與各種歷代排名有認證 宜蘭縣另外一名好手 最速主廚陳維慶 以76分36秒完賽 賽後表示 今年的上圍賽道有小修改 加上溫度濕度給力 個人感受是可以創新成績的時候 自己賽前兩次的節奏跑 數據或是體感上 還是沒能恢復訓練長時間累積的疲勞 加上克妖姬傷了一陣子 這回的上圍半碼成績就只能盡力跑 完賽時間76分 距離自己的訓練目標成績有一段距離 但先以現況評估算是滿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